你 我给大家不要管 不要管 不要管 你是谁啊 来 开门 不要说 不是 你谁 为什么来我的房间啊 是你来我的房间 是你下了我的床 你来帮我 这是我房间 我刷卡进来的 你为什么到我房间 快 来 来 来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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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占我便宜 我告诉你 我回公府岛了 我可以让你我给我全费 你信不信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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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景片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我跟你讲 我真的会打人的 咱们俩什么都没发消 你想碰我的词是不是 你进了我的那天上我的床 你说我碰你词吗 我进你房间 你给我看清楚了 这我的风卡 你这是红数理吗 你是七二段二零二零 握什么东西呢 你这个骗子 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大流氓 对不起的 你干吗 我给你解释一下 说我做错房间勾勾勾勾 我刷错房卡了 我扔错房卡了 你这干吗呢 我告诉你离我远点啊 你别动啊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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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有个流氓四窗我的房间 还油轮四 可能是个神经病 别想跑 不是 你干吗啊 你借了我的便宜 你们去跑 有什么事 咱们出来说 在你房间不合适 你不要走 你干什么 快点啊 救命 救命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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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挺能跑啊 我看你往哪儿跑 小姐 不是 对不起 我叫您声大姐 咱们这事能过去了吗 你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 我跟你说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洋牛她给了我一张房卡 我进了房间完全没有发现这不是我的房间 鬼才相信你 你拿了别的酒店的卡 怎么进了我的房间 这一点你要问问酒店肯定是他们的中央系统 还有他们的毒码器出现了问题啊 你是惯犯吗 说吧 你想怎么样 看你是不像缺险的人 而且我可能我 我这手机和钱包是不是落你房间 还是刚才跑丢了 我也不知道啊 你说什么 咱能不能撕联了 可以 一千 原来你真是一个碰子的 两千 对吧 两千 除了现在以外 我可以以任何的方式 支付这个钱可以吗 可以 小姐 不好意思啊 我跟我 前男友的姿势 就不麻烦你们 小姐 你说什么 她是你前男友 我们俩前几天呢弄了点误会 但我没想到呢 她那儿有我一张房卡 想给我个惊喜 撤 好 早 今天 童总工没迟到啊 那不是今天比较幸运吗 没保安拦我 江总 咱们开始吧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跟你讨论我的新项目了 再等等 我们的新任总裁 马上就到 chef 们的食物 好 好 好 太好了 接受我一切 走 我真的不想不想你 你今天来我们公司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是不是在三亚的时候 你就已经知道我是谁 所以故意当时把事情放弹了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你觉着我有什么目的 说吧 是哪一家公司派你过来的 给你多少钱 是你进了我的房间 上了我的床 主动进入我的生活的对吗 你能需要点什么吗 不可以长大压经 这只是偶然 如果说只是偶然 那我给上一次偶然 向你道歉 这杯咖啡 算我给你赔个布置 不好意思啊 我只喝红茶 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喝红茶 我喝什么关你什么事 给 什么事 怎么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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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妈 你没事吧 小朋友 撞到你了 妈妈 对不起啊 妈 丁哥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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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 妈妈 只是迷他有点算 丁哥最坚强的 不哭了 你跟我到这儿来 你想对他做什么呀 不是 我跟着你干吗呀 我是来买东西的 小朋友 对不起啊 阿姨刚才不小心撞到你了 没关系 爸爸跟我说过 男孩子最坚强 你这样 等一下呢 你去玩具城 去选一个玩具 阿姨送给你好不好 好 你是他爸爸 所以这是你儿子喽 你说呢 是吗 我今天下班 去办公室找你了 我看你不在 你是想说我早退的事了 是吗 不是 今天那杯红茶 是我不小心 倒到你身上的 我是想跟你道歉 不需要了 走啊 丁哥 爸爸 那个阿姨不是说 要送我个文具吗 爸爸给你买十个 你说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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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事你能不能当成不知道啊 什么事啊 我家庭的事情 我不是一个多罪的人 但是自己有儿子 还在公司里面装单身 你还真是有兴致 他不想玩 你不想玩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我不是犹豫的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了 换做事任何一个人我都会这么做 我请您吃个饭吧 过来 想跟你表达我的谢意 还是请你吃个饭吧 七号两杯声啤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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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说的请你吃饭 没让我请你吃这个 我跟你说 我真的不喜欢陆家嘴那一套 非要什么人均以前 我就喜欢吃这个 我答案 小童 下个雨还过来 又来十个串 好嘞 好嘞 好了 一样是吧 好嘞 请坐 请坐 那个四瓶啤酒啊 好嘞 冰镇的 对 冰镇的 常温的 两个冰镇 两个常温 好嘞 谢谢你啊 你今天晚上已经跟我说过很多次谢谢了 不需要谢我 好 我简易点你爱听的说吧 今天你救了我 咱们算是扯平了 互不将前 但是我必须要说一点 我所有对商业的判断 包括对你项目的判断 我从来不缠合一点私人的感情 你不信吗 我只是想跟你说清楚一点 不管你怎么看到我同意这个人 我希望你对待我的项目 不要有任何的有色眼睛 我答应你 我觉得你看起来跟平时很不一样 你呢 今天你遇到了危险的人 我会去救你 抱着你 其实这些都是我的本番人 我看到了一个下雨的夜晚 到你了 我今天 走上马路的那一扇呢 是我脑海中 反复出现很多次的画面 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 它是一种超过现实 跟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关系 就是那种幸福的瞬间 你抱我的那一刻 你抱我的那一刻 我觉得离那个瞬间特别近 夏夜的夜晚 冷酷的铁 还有飘散在空中的发丝 一缕缕的 看到你把关的瞬间 看到你把关的瞬间 都无比的灰暗 我们都一样 我们都一样 咱们俩认识那么长时间了 好像还没有真正的 认识过 真正的彼此 夏雨天 我怎么就带着伞对吗 但是夏雨的夜晚不是永远都有人会撑伞 只是你今天没有带伞 都一样啊 我 我很幸运啊 今天被你拉了回来 但是不会 每一天都这么幸运 你好好珍惜吧 总会有青天的 对吗 我只是希望明天 是个晴天吧 对了 我们加个微信吧 就算是普通同事 也应该有个微信吧 我扫你 好了 谢谢你 谢谢你 晚安 谁送我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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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总 不会吧 你一点 不 不可能 不 不可能 难道是 他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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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他呀 你应该说 他发生了一天 他发生了一个小鸟 可命的 他发生了一天 都帮你了 他发生了一天 聊天 他发生了一天 今天我们召开的临时高层道讨论会 主要是就同工程师所带领的A组 以及理得工程师所带领的B组 你们就现阶段各自都交了一份报告来啊 那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赶紧讨论一下 这样让接下来的工作更加有效率 首先 我认为同工程师 您对于自动驾驶项目新设计的方案 我只是否定态度 您这套方案 虽然新设计的避障规划路线 比以前的思路要向前了一步 然而却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您放弃了一直以来的 网格搜索式的算法 而转向了利用动态规划法 进行建立环境模型 网格搜索算法虽然稳定 但是现在我们有那么多时间了 我必须要转向 提高效率 但是网格搜索法 有它存在的必要意义 新的算法一旦和激光雷达 无法兼容匹配 那么你之前所做的一切的工作 都是徒劳了 但是现在我必须要提高建盟速度 B仗规划不但要考虑到空间 还有考虑到时间许例 在咱们复杂的都市的情况之下 现在我的运算量 已经超过了三十TF LPS 我觉得这更像是赌博 对项目不利 丽莎说的 也是我所想说的 所以 我建议A组 还是回到原先的思路 继续采用网格搜索法 进行路径规划运算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 B组里德工程师 旧物流分解项目 有一些新的想法 我认为有很大的可能性 对目前我们制动科技 我们所有的利润和效率来讲 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您觉得呢 江总 你讲得很好 你讲得很好 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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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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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 这几张照片全部拍到 完不完美 爆上头 完美吧 图都不批还敢说是完美啊 怎么又是你啊 手机交出来吧 不然我立刻报警 照片删了 你没完了是吧 谢谢 我来接你 抓到三个人现行 他们偷拍你 你别乱说话啊 我们哥仨在里边喝酒 出来 我哥们想拍一下风景 怎么了 你跟踪我是吗 我们三个没事 过来跟踪你干吗 我们过来喝酒跟你说吧 好 你喝了什么酒 啤酒 威士忌巴 你这么巧就在这里喝啤酒吗 不是谁说威士忌巴不卖啤酒啊 你还管我喝什么酒 你真无聊 我是挺无聊的 刚才好像不凑巧了 看到你跟姜左 那温暖的拥抱 看见了满意了吗 我问心无愧 拥抱的问心无愧 对 童语 我们也抱过 我们还睡在过一张床上 难道我们有什么吗 你还是生气啊 计算计啊 什么 争赵白 天哪 还真是你啊 真烦 真是好长时间没见过了 你怎么样 我 我挺好的呀 这什么情况 我和他们三人这样 我对他们认识 不要 快 真是没想到啊 这么好的同学 竟然和 我也没想到我那么好的兄弟 竟然和 是三年同桌啊 让我猜猜 是江总 还是昨天晚上江总之前那个来人 你干吗 我跟你说摄像头都录着呢 我只想警告你 不要过多关心你的私生活 我管过你吗 管好你自己就好了 我坦坦荡荡怎么了 你坦坦荡荡我没有任何兴趣 我只想告诉你 出了这个门之后 我不想听到任何的闲话 那我也警告你 不要以为你有上风关系 可以对我的项目指手画脚 听见了吗 那场大雨过后好像一切都变回去了 雨过天晴 恶梦终醒 是想恶梦吗 不是吗 陈济生煎猫 他怎么当时那家猫 老板是老夫妻 就是那两个子 不过 现在儿子跟儿子媳妇也过来帮忙了 生意多大了 还开了分店呢 你还记得吗 当时暗示一家小的鸟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说 肯定会开脸色 还记得 这老板的表情 我现在就帮忙 顺利通过 第二个阶段 六座 五十万 三级 全部都过了吧 第三个阶段 八座 六十万 四级 这个运算复合量太大了 我对咱们的算法和新方案很有信心 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清楚 今天晚上咱们的实验成功 对于我们来讲 你以为就是了 开始 老大 数据预算量整体太大了 导致程序死机 我们尽力了 我们尽力了 尽力了 你们俩没说 这身会找地方啊 这里像世外桃园一样 童语 今天我比任何人 都期待你成功了 咱们走着看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这么固执 这个项目对你来说 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也想要问问你 加班到现在 就是为了想要 跟我聊这些 那这个项目 对于你来讲 意味着什么呢 昨天我在家 老郭来找我了 说你向我道歉 还给了我一个枕头 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不是你干的 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的情绪 所有人都看得见 大家也很担心你 对不起啊 我让你们担心我了 这是成年人的世界 不是你大学的五千里 成年人的世界 跌倒了就再也难以爬下 他还跟你说了这个 我想送给你一句话 你凝望着深渊 深渊也在凝望着你 我想送你一句话 如果你连深渊 都不敢凝望的话 不想去试一下 你会永远感觉到恐惧 总要有人去看看 听不懂 那是因为你和我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难道我们不是 在为了一个目标 而努力吗 我们两个就好比 在一个地球上的 南极海北极 无论地球如何的变前 但是永远不会 连接在一起 同样的冰寒彻火 却永远属于两个世界 很好 祝你在你的世界里 玩得开心 再见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麻烦您二位让一让 别蹭倒您二位 我鞋根高 拿点东西也多 请工程师让一下 你路子那么多 直通云霄还用武装啊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也对啊 徐总 徐总最会装赏了 王秘书 我来帮您 来 来 谢谢 等一下 不是怎么着我过还不行啊 徐总 您的裙子 对不起 对不起啊 连打印记都看不过去了 王秘书 你要好好跟徐总道歉 要不然等一些上层 找你聊天啊 对不起啊 徐总 徐总 你哪位 我过去吃吧 我们这边什么都有 不信 来 来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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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们邀请我们呢 我们就不客气了 但别以为我们吃了你们一顿 好像我们就成为朋友了 我们吃完就走 餐费也是可以AA的 童啊 你也少喝两杯吧 最近都没见你好好吃过饭 童雨 你要不吃点东西吧 许子 我告诉你 这 这 这怎么了 这睡着了怎么 不是他的酒量啊 装醉的 这会儿不用装醉 我心跳这么快啊 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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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童雨 喂 没事吧这 好 打 打交啊你 老陈 打交啊你 好好好 等会儿啊 等会儿啊 吃吧 吃吧 老妈啊 从先开始你们两个别催我了 我恋爱了 真的啊 真的 我想跟姑娘视频一下 我想看看她 当面也和她问个好 快快快 不是人家工作忙吗 忘了 忘了 我 我试一下吧 来 快 阿姨你好 我是 童的女朋友 有空来家里玩啊 嗯 那个 行了 那个不打扰你也工作了啊 谢谢你啊 再见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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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招了 来 再见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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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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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把我的手放开 胳膊都麻了 咱们俩之前是不是有视频过来了 什么 就那次视频还我爸妈 医生啊 她是不是脑子摔坏了啊 不是 我没跟你开玩笑 是向小飞 就是跟我打视频电话 不是 咱们一起吃饭呢 我哥们儿 谁是向小飞 我都不知道 她很多年前 医生啊 她可能脑子真的是摔坏了 你们知道有什么脑CT啊什么的 能不能给她检查检查 这个你不用担心 她只是现在身体机能还不够稳定 会产生幻觉 这都很正常 多加休息就好了 不是 真没见过吗 用这种方式掏进回去 那是有意思 你刚才是不是做梦了 难怪 你一直抓着你朋友的手 你女朋友一直不敢放呢 医生 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她的女朋友 我们两个就是 同事 不太熟那种 关系甚至还挺一般的 很生熟 非常生熟 今天白医生 她应该是休息的 是被医院特意返平回来给你做了检查 你要谢谢任长 不用谢我 作为医生 绝对是我应该做的 你好好休息就是 你好好休息就是 谢谢你啊 黛医生 喂 这有陪护啊 好 那我挂了 怎么了 医生 太日时间过了 刚才你们那些朋友都被潜台拦下了 什么 他们得接她替我呀 这是医院的规定 过了探视时间 只能留下一位家属作为陪护 你不是她女朋友吗 我不是医生 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我不是她女朋友 我们俩你就是再普通不过的同事 而且关系还不太好 对吧 对 你说我我照顾她 你怎么可能 没关系你如果不想照顾她 你现在可以马上走 我跟你说我身体很好的 可以吗 抱歉啊 那是我误会你们了 但是今晚 可能只能你留下陪护她了 一会儿这个点滴打完之后 你按灯 护士就会过来 我还要去别的病房看看 我先走了 你好 休息 辛苦了 医生 什么鬼鬼祝的事 什么事那么开心 说你跟她分享一下 你不觉得我来陪护你 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吗 这种笑话还憋出来分享了 我怕我笑着笑着死过去 好 这是你说的 我说的 怎么了 你不是要走吗 不要误会 对 我只是拍我走了 你真的死在了这里 会影响我们公司的名誉 你确定你今天晚上 就是我的陪护吗 怎么 我现在想叙叙 怎么了 手啊 手啊 针头啊 不是 你这么就掀人家被子 我这里边没穿衣服怎么办啊 你要是里面没有穿衣服 那就证明白衣裳 已经检查过了 那白衣裳都能看 我为什么不能看呀 你倒该挺开放的 来来来 小心点啊 到了 我当你还要跟您做老了 我已经没有了 难测醉 我进去不合适了 我进去不合适了 你不进去我怎么叙叙啊 你不能叙叙了吗 就一个手 好憋了 还不需要那么多手啊 你这样 你先等一下 我给你找个人来好不好 快点 好 别想啊 高一点 高一点 你快点啊 好好好 喂 哥 医生 医生 有人吗 能帮个忙吗 人呢 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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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摔了吗 耍流氓啊你 谁耍流氓了 我叫你那么多声 你怎么不答应啊 刚才是什么声音啊 刚才风吹了一下门 怎么着 你这么关心我呀 说得不死 那就那就你慢点 输一会儿 小心点 来 来 来 谢谢 谢谢你啊 护士 不客气 好了 潮也吵了 尿也尿了 折腾半天 好好睡觉吧啊 有点含我 你过来一下 过来啊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再动一下我就抱歉 你想什么呢 你不是让我睡觉吗 对不对 睡觉不脱衣服呀 看你长得那么夸张的 不让人家脑子里一天想什么呢 我真后悔今天晚上做的那种 我真后悔让你看了我的实验 我懒得跟您解释 但我没有告诉姜大开 你们俩这关系都懂了 我们俩什么关系我不懂 你说呢 你要干吗呀 我想告你不要亲口开河 如果我说得不对 你这么在意干吗呀 生气了 你总是这么无中生意 我只能说你是在用激将法 故意让我靠近你 你知道吗 我并不爱你 你都没在哪里 我还有一个女人 她的那种 我当然可以说 你不觉得这种 能子都可以做 谢谢大家 帮助你 如果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生 您的酒 这才对吧 过生日哪有喝绿茶的 当然喝啤酒才够近的 就是呀 郭老师三十四岁生日 双十七岁 以及就该双双地喝呀 喝什么茶呀 咱们那天不都说好了 绿色养生局的吗 郭老师 这不都是绿色吗 你小喝点啊 今天可说好了 出了什么事可不算工伤的 现在是下班时间续用的 你管不了我吧 不是再说了你少喝了吗 我不算某些人三杯就好 叫板 别自己跟着闷头喝了 赶紧先把正事办了 去去去 去呀 徐总 不过来见您一杯行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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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可以喝 但不用每杯就干了 不用干啊 别管 我刚才敬你这杯酒 是静 那天晚上在医院你照顾了我 但是你千万别以为 那天晚上你照顾了我 在公司的事情上 我就可以妥协了 没有人可以动我的箱子 那天的实验失败 它只是一个预养的朋友 难道你认为 我照顾了你一晚上 是为了让你跟我妥协 对吗 这是我对您一贯的理解 好 我没想到你会这样选我 好 我认 不过刚才那杯酒 不够谢我照顾你一晚上的 不够吗 够吗 够 够了 够了 求退 够了 运什么 来 了 来 洪大工程师 我看你也不行啊 就是啊 我都渴了 站间 呸啤酒盯 一会儿先帮我把那个 我把这个爆炸头带走 看一会儿 又得进医了 嘀咕啥呢 什么嘀咕啥呀 什么都没说 安妮不觉得这儿太闷了吗 倩倩 出去透透气 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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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别跟我跟你透气 我就是你朋友啊 我就是跟你请教 请教小子的问题 别拉 你过来嘛 别拉我 哎呦 别拉我 白头啊 好 直到青蛾来到北极 遇到北极熊会怎么样吗 会被吃掉吗 您好 服务员 咱们这儿时间到了 您还需要续吗 买单 好 喝 继续喝 先生你们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 怎么都不接电话啊 到底去哪儿啊 别来车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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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接着吧 喂 喂 好 对不起啊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你这么晚了 从我们家出来出了什么事了 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陪你等车吧 童韵 今天的事 什么事 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却经历了很多 我想跟你说 我想跟你说 我不是一个情依 你想要告诉我你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对吗 跟我不是的 没事 我已经跟童鲁说了 让她提前搬小事 跟过来 跟过来二措开一下 咱这话到底该不该说呀 买得了多久啊 只抱不住火灯了 反正他们俩炸了子 你们俩在这儿嘀咕什么呢 没什么 咱们俩有什么话别吞吞吐吐的啊 快说 我跟杰森 无意中 碰到了郭老师跟许多 我们俩 都觉得他们俩好像 有可能在一起了 同工程师 同工程师 下周五 我需要带你和李德 去参加一个项目的交流会 你们俩代表公司出席 没有问题吧 有问题 下周五我必须要准时下班 接海洋 还有跟我不相关的误会 我不想参与 您 让李工去 你最近怎么了 没事 对了 绿茶比较适合你 你回来了 怎么了 有个事 就是那个 你那个朋友郭从又来了 他跟许多认识啊 我看都来了好久回了 我看都来了好久回了 确定是他吗 必须的 知道了 那行 那先忙啊 不是又怎么了 同工程师 我来和你聊点事 什么事啊 刚才郭从来找我了 徐总你跟我说这些想表达什么 你觉得我想跟你表达什么 我这么跟你说的 如果说你喜欢我兄弟 我祝你们两个幸福 但是说如果有一天 你让我知道郭老二生一些难过了 我一定会给他介绍一个更好 你笑什么呀 你知道还来找我说什么吗 你们两个人 彼此有了矛盾 却还在说对方的好话 我觉得你们兄弟之间的情谊 不应该有任何的误会和矛盾 至于我和郭崇 拜你所赐 我们只能保持距离了 这一句算你赢 拜拜 我们俩看着好像能见鸣了 拜拜 我们俩看着好像能见鸣了 爸爸跟你说等一下小心一点 那边下 dead 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葛哥物出现 葛哥物 对 拜拜 不是葛哥物 也是那绝林 是那个人家的阿姨 什么我没名字 小朋友 你好呀 又见面了 阿姨 欢迎来到蓝精灵 蓝精灵 你爸说我是哥哥物吧 你怎么不知道 臭小子 过来 去哪儿了 爸爸 来来来 爸爸给你买礼物啊 麻烦你快一点 一会儿我还有事 爸爸 我喜欢蓝精灵 为什么要混成小黄家 爸爸跟你说呀 真正的帅哥穿什么都帅 是不是的 走 走 金刚你不是喜欢蓝精灵吗 换衣服 过来 来 喜欢蓝精灵 过来 金刚 金刚 爸爸 过来 欢迎光临 吉普宁 你好 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吗 我们来随便看看 你好 请问需要什么 我们要选一枚戒指 那请问是需要 应该这么认识 还是温定伴子呢 坤姐 新婚在即呀 恭喜恭喜 来 不是新婚 那先生 真的很爱您的太太呀 是要补办一场 隆重的婚礼吗 我今天来就是帮忙的 你麻烦给我们选一下吧 好的 请问那您这边的预算范围 大概是多少 没有预算 最贵 好的 那我这边给您准备 几个款式和尺寸 您先试试 看看女士更适合哪一个 来吧 爸爸 走 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最新款 您可以试试 看看如果喜欢的话 我们专门为您定制一个 自己的尺寸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好 可以 我放您试试 您看看 喜欢吗 你不需要问问我和一姐吗 那不是带上再问问问我 怎么样 好康吗 什么 帮我包钱 爸爸等下带你去小谷 游乐场玩 好吗 阿叶 加油 加油 对了 姨芳 咱们这正事已经办完了 你要有什么事 就去办事了 我的事已经被甲方给耽误了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得随我走 随你便 马拉 警长 好 给您 拿好 来看一看 看一看 海洋球运送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很简单啊 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 运送最多的海洋球 到我们的纸巾地点 我们将获得 免费拍照的机会哦 小朋友 想玩了吗 爸爸 我想起人家 我想那个照片 还可以自己在这边 健康室呢 健康室呢 要玩吗 我陪你们玩吧 你别多想啊 我就是陪孩子 玩个玩具而已 让我跟你一家 我还不愿意呢 给您 来 警告 爸爸带 那金刚帮爸爸带一趟 好不好 自己沾 我打紧了你知道吗 我给他 等你 来 我 快 恭喜周围小朋友 来来来 恭喜啊 您家将获得幸福照片的拍摄资格了 请问准备好了吗 真的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成功了 你怎么感觉比我还兴奋啊 太棒了 你这抱着还挺舒服的 这是祝贺的拥抱 你不要想多了 我第一次见到 实车的自动驾驶实验 不对 是彩排 真的太棒了 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明天婚礼现场上 如果这个项目成功的话 那我觉得在下周 你们的讨论大会上 那结果一定是不同的 所以我决定安排一个人 去录视频 这个视频一定会在国内外 产生不同的影响 我觉得姜总不会看不到的 所以她会给你更多的时间 你不开心吗 神经病 走了 到年你和妈妈结婚也是这么有趣吗 是 就是我也这就好 咱们今天不了解这个事情 可能这一些 都是天意吧 来来来 这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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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这儿来 我们家有婚姻吧 走吧 来 来 这儿来 叫我去喝会儿 你怎么不吃啊 我在这儿等你半个小时了 我在等你答案 什么答案 是婚里那辆车对吗 是那辆车 是吗 但是也不是 但是也不是 你知道我最好的兄弟 最重要的这一天 他从我的桌上摔下来 我什么感觉吗 我觉得是对我最大的讽刺 自动驾驶为的是什么呢 为了让人们的生活更便捷更安全 但我没做到 曾经我以为我离那个目标已经很切切了 但是当向小飞摔下来那一瞬间 我醒了 如你所说还真的挺远 放弃不是你的性格 我这个人是不服输啊 可是那能怎么办呢 你不会甘心的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你对这件事情超乎常人的坚持 一定有别的原因 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你不是经常跟我说那句话吗 咱们就事论事该过去的东西就让它翻篇吧 我呢对于公司而言是一个戴罪立功之人 我要把我所有的精力放在物流分解项目当中 我不能再输一次晚了 bağ 红月 如果你真的想好了 我希望你放下包袱全力以赴 因为你真的可以做得很好 妥协胜利者的鼓励 你赢了 咱们俩没有输赢 差不多了 咱们该撤了 来 服务员 买单 好 别 说好了我来买单啊 我这辞职未成 换宋宴还要进行下去吗 什么换宋宴啊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离职那天你请我吃饭 但是问题是我没有离职 好 你这个男人 白瞎长一条帅气的脸 所以说这顿饭 还是要由我来请 因为你是个女人 这个火焰很高很危险的 来 我们到那边去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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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抱你 很久以后啊 大家才发现 迅速燃烧而起的火苗 虽然没有灼伤任何人 却如同隐喻 也似乎早已命中注定 确定 确定 你我的未来 今天你在会上说得是很好 可是实现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 原有的KR系统已经存在十五年了 你要改变它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你真的有信心吗 你应该很了解我 我希望你吹过的牛顿到时间 兄弟们 九点等我召唤 我说九点 你们要干吗 喝茶 聊天 感悟人生 贵才信 开始关心我了 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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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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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打击 童白 走 走 走 你一个死变态啊 来啊 我去你的 敢欺负我相依 那边阻 别害他跑了 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啊 倩倩 现在咱们去报警 咱们 咱们先赌 什么情况 人呢 不知道 怎么没赌到他 完了 这边能绕我回去 快 有不免人是袭击我吗 对 还有凶器 你尽快啊 我没有见你了 我是不是你跑 你这是我女神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谁 你把我忘了吗 每个声音 总会有一双眼睛看着你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不吝不气 你 你就是那个那个什么 什么眼儿 不吝不气 深夜之眼 你 你 你 看你妹 我回来的 看 我看 我一直不动 偶尔动动动腰酸被痛 嫌疑人在这儿 偷窥一位女士一个星期了 似乎精神方面也不太正常 还好 他拿的是一把玩具刀 要不然你们都得受伤 以后遇到类似情况 得提前报警 我们会保护好你们安全的 怎么了这是 不是 怎么回事啊 你得偷偷了 你没事吧 是不是刚才打斗的时候撞到了 怎么可能那么脆弱呢 以后就过来 赶紧送到军医院 回去 快点 我 这 这么严重啊 怎么了这是 怎么样啊 死不了 死不了 医生怎么说呀 医生正在进行握手治疗 握手治疗 什么情况 咱走吧 走 你不等他 等他 我们在这儿等他干吗 你想医生给病人看病啊 再说不是有他好兄弟吗 我们在这儿干吗 赶紧走 给你买了饮料 你这儿快要投语啊 干吗去啊 走了 嘿嘿嘿嘿嘿 你昨天怎么连招募都不打 就走了啊 昨天有事要回家 谢谢你 你能不能真传一点 跟你的恩人说话呀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真诚地感谢你 现在是工作的时间 我们不了送片了好吗 我事有点远 先走了 不是今天就是吃做什么药了 什么情况啊 你说什么呢 我治愿了 想啊 当然想能不想 是好久没见了 那这样吧 下班以后呢 我们小野人了解怎么样 男朋友 好 什么男朋友 我替你猜一下男朋友 不是我说你不工作 你过来干吗来呢 我刚从岔水间过来 我看你在这儿供这个腰 我还以为你身体不好腰疼呢 这咋了这是 最近下班这腰确实有点不太熟 小韩啊 今天的工作任务很重 今天晚上下班之前 把所有的资料必须要交给我 好吗 好 行了 走吧 许总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理缺陷啊 什么意思 偷听别人打电话 我初中以后就没见别人干过 我 我偷听你打电话 我在跟我的下属交代任务 对不对 对 你看 好好交代 对 我初中以后也没干过这件事 我也没干过这件事 这 不是 你老跟我紧什么呀 不是 你看我这箱子这么大 你是不是应该先让我进 那我在前面 我先进去怎么了 那咱们俩起事 谁也别想起人啊 你俩各让一步啊 要不然这样谁也进不去 女士第一次 我来 我来 对不起啊 我不是有意的 不就一音乐盒了吗 我再买那个送你不就行了吧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东西 你买得到吗 不是我发现的 我觉得今天给你脆哦 我来讲一下 你来讲一下 我来讲一下 一二十八次实验 开始 你这是干吗呀 举报你 不是 你昨天晚上跟我说的话 吓坏了吧 你是不是觉得你手里有我的把柄 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在这儿威胁 我戏弄我 我现在就跟姜总说句 说什么啊 姜总 是这样的 我最近发现物流分解项目小组 做得非常好 所以呢 我想以小组的形式 去参加大型物流项目的需求会 这不来问你吗 这个之前没听你们提过 实际 这个消息啊 昨天晚上刚才得到 所以我连夜跟许总探讨了一下 今天应该过来跟您汇报一下 好 爱你们说的办 许总确定小组成员 好 您注意身体啊 这家伙装模作样还挺能忍呀 你也不赖呀 还可以连夜跟许总探讨了一下 喂 师妹 还没睡吧 哦 还没呢 我还是不放心的 其实 我在楼下还没走 还是想来看看这套房子 就当是和过去做个告别吧 请开门 师妹 原谅我很唐突 但是今天 真的 我的情绪真的很 江总 又见面了 佟工程师 你怎么还在 我这不负送局总回来 我后来就在 过程中探讨了一下 下来就 你看 这电脑都在 这么静一啊 你不是想看房子吗 要不进来看看 来 行 我看完了 都挺好的 还是以前的老样子 我买了一些家具家电 我这么不影响你们工作吗 不影响 要么一起聊聊 来呀 一起啊 所以说我还是单纯地认为 这个威脅光是升级是补的 他最重要要做的是革新 根据我们中国的国情来革新 我完全同意 哪怕没有那么快地去实现 但是只要是客观地合理的 那客户就喜欢呀 一定是根据我们的节奏 来呈现的 江总 您觉得 好 都挺好的 江总 要不要我们一起 封报一下 我们信物流机器人的方向 不了 我今天确实有点来不及了 我先回去了 你们继续封报吧 那我们送你 好 送你一下 这 谢谢 拿位你了 对了 你说你大半夜找我过来帮忙 你怎么不叫那个 叫什么来着 国王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感觉这个人有点见不得人啊 天天躲躲藏藏的 我 见光死了 你好像很关心他 我是关心你 我是关心你的安全 免得大半夜 经常向我求助 让我过来帮你 其实有些事情 你没有必要问得那么清楚 那天不是看见了吗 我看到啥 你说的是小野日料那天 对不对 那 巧遇啊 继续装 你真是偶遇 我跟你装什么装了 真是偶遇 你听到我的电话 你就跟着我出去了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 无缘无故就走了呢 还有啊 同意 我真的搞得清楚 你那么喜欢跟踪我 就那么关心我的私生活 你真是偶遇 你是不是喜欢我 我喜欢你 我又不是姜胖子 又不是国王 我为什么要喜欢你啊 你说你这个身边的 这么多男性朋友 你为什么会离我越来越近 你为什么会离我越来越近 我什么时候离你近了 没有近吗 你搬到我们家隔壁来住 还不近 还要怎么近 搬到我家来住 你 童韵 我警告你 许多 江大开也好 还是国王也好 我跟他们什么关系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相当于我从来不去关心 你的私生活是一样的 我有问过你 跟什么女人是什么关系吗 我 坦坦荡荡 对 坦坦荡荡 所以你一无所有 因为像你这种男人 没有女人会喜欢你 谁说没有人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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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像了 一看就是亲孙子 一看就是亲孙子 拿相机 同这儿之间 我跟我家老爷子这儿和小 看我 不看他 太爷也看他 不看他 爸 今天是什么 今天家里面来客人啊 买这么多东西 对啊 今天晚上有个约会 住在他的旁边 太狠狠了 在哪儿呢 或者天窗 你还想想吃个儿子 你还想吃个儿子 这不是小吃个儿子 你想吃个儿子 起个儿子 你没有吃个儿子 你也请没有吃个儿子 我不要吃个儿子 我看看我 来有人说 公司会怎么处理我呀 吃你的早餐去吧 我肯定要好好的补充营养 对了 家里还有人等我 我们先撤了啊 拜拜 一会儿见 你戏怎么那么多呢 还吃早餐 白医生昨晚十点钟就走了 你跟空气吃的吗 不是你们现在这个点 不送外卖了吗 许祥姐 真巧 在这儿碰到你 你也住这儿吗 和同于室邻居 我刚搬过来的 你这么早走啊 也不早了 明天早上还要上班呢 就先回去了 那 你是住他隔壁吗 刚才 我们在客厅运动什么的 没影响到你吧 运动 这种说法挺新颖的 这种说法挺新颖的 挺新颖的 我觉得你们俩挺有意思的 既然现在大家是邻居 有空的时候 大家可以互相关照一下吧 毕竟童雨衣刚出院不久 身体还不太好 可是你不好 这个事情 我不用知道 其实 我觉得同你这个人 挺有意思的 他心力善良 嘴硬心软 是个值得交的朋友 可能今天我有点喝多了 话有点多 不要介意啊 再见 谁跟你说白医生来我们家吃早餐 我跟你说了吗 什么意思啊 谁跟你说只有他能来我们家吃 我不能有其他的朋友吗 别噎着 听说你身体不好 好好补充你一样 身体好不着呢 你不是头疼吗 别喝这个 你怎么着我头疼 我关心你啊 你关心的人真多呀 你还吃醋吗 你有什么醋能让我吃啊 先坐一会儿 还痛啊 没事 谢谢 你今天在你办公室里跟姜胖子 吵什么呢 大厦让我跟他出差 我不想去 我不想 我想让你跟他一起出差 他是能安什么好心啊 我肯定拒绝他了 找了很多理由 都没有用 可是我怎么发现 你面对你这吃鸽 他说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拒绝呢 你有什么好的拒绝他的办法 你告诉我 我马上就去说 眼光不散了 你不用接 我说你 现在是下班时间 来 过来 去哪儿啊 快点啊 你走慢一点 怎么了 我跟你说了 让你慢点走 人家穿风格鞋 能走那么快吗 你真的舍呀 我看你是不是想沾猫赖啊 我不赖你赖谁啊 真的吻了 你看 你拿去 等我一家啊 你干吗去 等我一下 试一下 是吗 还是挺合适的 但是我很怀疑你的神明 还怀疑我神明 我跟你说这双拖鞋 比你这一整身都好看啊 我这一身这么婀娜的职业妆 配上你这个洗澡拖 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看一下哪儿婀哪儿娜了 不 你不要准备这么表白啊 我不想 谢谢 你干吗呀 淘气 你到底干吗呀 你到底干吗呀 这 这 这不太好了 你前段时间既往不就了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是我向江大凯告发你 还在私自做自动驾驶项目 不是你之前跟我说的话 都不算数了是不是 你不是说这事翻片了 你帮我去引完吗 第二个跟我谈恋爱 你绕这么大一圈子 就为了想追我呀 你想多了 刚才江大凯要约我出差 我找不到合适的理由 至于我拿你当挡箭牌 江大凯就说我在和你谈恋爱 那我就顺水推舟只能承认了 你这背国的事想起我了 你也可以不答应 不答应之后呢 我就上公司告发你 但是你要答应我了之后呢 我会配合你实验的时间 而且我还会替你保守秘密 所以说你在威胁我 老板怎么想我 不 我是恐吓 你也可以不答应我呀 反正我失了恋的女人 我什么都不害怕 我就告发你这个人 就是对公司不忠不欲 对女人忘恩负义的渣男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己忙还要对孩子凶吗 对对对 少给她吃甜食啊 等一下 许多阿姨给你做小蛋糕好不好 我们一起做 喂 童雨 金刚吃巧克力糖噎住了 我们现在在医院 你不想估计 金刚呢 你是怎么看那孩子啊 对不起 你先看看孩子吧 金刚 哪不舒服啊 跟爸爸说 爸爸 你装头膜吧 放心吧 孩子已经没事了 幸亏监护人用海湿急救法 帮他把义务弄出来了 我刚有点着急 没有控制好情绪 对不起 说什么对不起啊 这件事情本来也怪我 对不起啊 冒冒 阿姨没有照顾好你 好好听爸爸的话 好吗 阿姨先走了 你等一下那个 咱们等一下一起回去吧 不了 我就放心了 我先回去吧 你脚怎么了 没事 都怪我 我应该早点回去看健康就没事了 你把孩子交给我是信任我 这只是我没有可能好的 所以要怪人怪我 这事都怪我 要不是因为我电脑中毒 童韵也不会大周末地过来 好 金哥 过来 跟白阿姨说再见 阿姨再见 再见 再见 走吧 主顿阿姨 危安 我们能一起回家吗 以及我们一起回家呢 空回家 我们可以一起回家吗 天生到一个水里 回家 我们可以一起回家吗 感谢观看